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倩琳 今天是想跟大家转一个短暂的Live 等一下哈,看一下 嗨,现在是吃饭的时间是不是? 所以现在我是在餐厅,在等着人过来 嗨,Jaseline 对,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做么我这样喜欢Befill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其实这个Befill是吃什么东西? 是吃我们的心脑血管的 所以只要人有心脏就可以吃了 所以其实做么我要吃 我这样年轻,是不是30多岁罢了 做么我需要吃 是不是觉得如果吃否心脑血管的话 是不是有血压高啊,胆固醇啊 或者是有三高的疾病还需要的呢? No, no, no,其实不是 嗨,Sakura 哇,看到很多人进来 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一个白色的就是我们的血脂 这个就是我们的血管 当我们的血液,是不是 我们胖不过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导致到我们的血压增加 就是因为这样子,是不是 其实我们的这一个血脂,是不是 我们的这一个血脂 它是在25岁 我们25岁的时候,是不是 它就开始增长1% 每一年哦,每一年增长1%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血管 我们没有定时清理的话 这一个血脂 它就会越来越后 越来越后就形成这样子咯 当越来越后 形成到这样子的时候 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管 真的是大足管啊 朱塞腰上 差不多应该是70% 80%或90% 或者是100%的话 当我们肯定是要做那些 Androgram啊 或者是我们是要去做通波仔 或者是我们要去做 Bypass的这些等等的 所以哦,其实我们的那个 心脑血管 对我们的心脏 照顾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很重要的哦 然后再来 中文我这样喜欢,是不是 是因为哦,当我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很习惯夜生活 有时候我们做东西的时候 我们做到累 然后夜睡的时候呢 晚上我会泡一包 隔天早上的时候 是不是我就有精力 总会去重吃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 还有些什么东西 好像比如说我妈妈 我妈妈是不是 她是早上的时候 一早醒来的时候呢 她就泡一杯来喝 她是很容易携带的 而且你看这样子 你泡一杯来喝是不是 你就可以360度的 去保护我们的心脏的 护心配方啊 我妈妈就是因为 接触了这个BFU 是不是 因为接触了BFU 我妈妈就不需要 的是去继续的吃药 因为我妈妈本身 她是有高胆固存 她有高血压的 然后现在她只是 剩一样的药罢了的 然后那个一样的药 是不是5mg的吼 她是分一半来吃的 因为医生讲 她基本上她全部东西 都under control 不需要去再吃药 control 因为大家都知道吗 吃药其实是 对我们的肾脏不好的 所以 为什么每一次 Body check up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医院的那些 她一定抽血 然后还有去 check 我们的肾脏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会伤到肾脏 Hi Joyce Hi Casey OK 所以当大家还没有吃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一个 心脑血管 做么我们有血脂 其实跟我们的不良饮食习惯 其实是息息相关 不是我讲的 专家讲的 这边她就有讲的 OK 所以今天就会跟大家讲 其实做么我要去推荐 这个BFU 其实是因为这个人 这个 哦 这个帅哥 这个帅哥 目前为止 她已经80多岁了 然后她穷一生 都是在研究 这一个奥阿吉尼 没有 就是研究那一个 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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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个 这个帅哥呢 她就叫做 Dr. Ferrum Moritz 而且她是拿到诺贝尔奖得责的 然后她是在1998年的时候 拿到我们的诺贝尔奖 然后我们比一公司呢 就是跟我们的 这一个 Dr. Ferrum Moritz 去一起合作 去开发这一个 心脑血管的 这一个 圣品 我们只能讲是圣品 然后她怎样去保护我们的血管 其实她是有四个方程的 真正来讲 这一边她就有讲到啦 四个 所以她才会360度去转 然后我就简单的去讲 大概是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 L-Argini 我们的整包东西 我们的那个Befil 是不是最重要 它里面它是有那个 L-Argini 它就会 generate 那个NO 这个Nitride Oxy 它主要的东西 就是它打通我们的血管 如果我们的血管 一打通的话 基本上我们 我们就不需要的去 因为它帮我们好像清道夫 这样子去清理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血脂 是需要清理的 OK 然后还有些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 我们的那个Tomato Extract 它最主要就是保护 维持我们的血小板 所以血小板 到底是什么东西 I don't know 其实血小板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割到手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会流血 是不是 但我们流血的时候 在一定的程度 它会停的 所以这个血小板 就会把我们的血凝固 如果我们的血小板 没不好的话 你的血 一直流 一直流 不能凝固的话 这样我们就会 试血过多了 所以这个是个新的尝试 所以Domato Extract 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还有另外一个是 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我们的COQ10 里面它也是有讲到COQ10 其实COQ10 对于有心脑血管的 无论你去抗氧化 无论你去抗氧化 也好 或者是你去见抗氧化 也好 其实是很需要这个COQ10 所以这一个COQ10的话 你预防不到 你就是一定要吃买抗氧化的 就是我们的抗氧化 我们是运用些什么东西 我们用那个甜菜跟 Beat root 跟那个Promobins 就是红石流 这一个是高抗氧化 所以高抗氧化的东西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它可以让我们的NO Nitric Oxide 是可以很长久的 抑制不断的产生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 可以制造Nitric Oxide的 只是当我们的年纪 越来越大的话 就好像驾车 你的engine 你不service的话 它总有一天它会坏嘛 所以我们驾车的时候 是不是到 1万的mallage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service 我们要换黑油 我们要去换taya 我们要去pump form 我们要调alignment 等等 这些就是来的 所以里面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pump我 或者是问你 介绍你的朋友 去了解更多 到底这个file link 是什么东西 我们是有着一个file link 去跟我们解释的 这个file link里面 它都会讲到很清楚了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也有一些clinical study 这些clinical study 它有解释到 我们的L-Argini 其实是高达医药 治药级有99% 然后我们有一系列的那一些 我们还有那个clinical study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reference来的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专家讲的 所以讲专家讲 因为我不是专家嘛 所以专家讲的 全部都是满满的两面 全部都是 所以大家要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来PM我 或者是询问你自己的上线 所以在我 before要end这个bfile的 这个sharing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好消息 要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这一个月 就是因为配合心脏的 心脏制 因为我们就有那一个配套 forbfile的话呢 有买八送一的配套 然后再送多一盒的slainless milk 是吃for我们的那一个均衡营养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买就是16送3 再送一盒的slainless milk 所以大家再知道更多的话呢 好我会post在那一个 我的paste wall那一边 大家可以按进去comment那边 就可以知道 然后还有些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在 我觉得生命是很可贵的啦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其实有点感触 是听到我朋友的妈妈 在share她bfile的见证 这么多她会share 是因为她想要帮助更多人 因为那时候应该是三个月前 她的心脏在mco的时候呢 就 心跳不规律 然后去check一下 才证实了她有三条的 那一个主干 血管主干呢 是被90%的bockage的 对我们真的是要爱护我们的心脏 在这个当时后 医生是肯定是建议做手术的 不过在这个时候 她因为心脏太弱了 根本不能够去支撑做手术 这样怎么办呢 心脏又弱 让她肺又激水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医生只能开药 去叫她去maintain 她的就是去康复啊 她的发炎的指数啊 让她可以就是支撑到她 可以去开刀 所以在那时候呢 她的女儿就是Jacy啦 就我朋友 她就是立刻的去给她妈妈 去服用那一个bfuel 去服用她 让她的心脏有那一个燃料啊 可以有力的去胖 可以可以顺顺利利的去开刀 做手术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去服用 是不是 大概两个礼拜 她就可以去进行手术了 进行手术了过后了 现在三个月后 是不是 可以看到她健健康康的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她的live哦 啊 如果大家要知道她的那一个情况的话呢 我可以share那个live link 在我的comment box那边 大家可以去看哦 她整个人是不是气色很好 很精神 真的是多亏于她的她有去保健自己的身体 也因为她服用了bfuel 真的是很感恩我们的beefuel bring in这样好的这一个产品 OK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而且哦 啊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一个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 可以pm 然后我们的bfuel 是不是除了可以保持我们的哪一个心脑血管 是不是可以健康而外 还可以 因为高亢阳化嘛 刚才讲 所以喝了就可以美哦 所以大家要美 新疆医药健康的话 记得喝杯view哦 OK 所以我的live到这边 拜拜